原本可能是想要不引人注目私自下架 但现在反而闹得更大了 桃圆市卫生局前天意外查获 台湾大创百货 位在桃圆市独株区的仓库下架收回了 来自日本辐射管制县的13项食品 合计有超过1300件 不过业者却是私自下架的 并没有通报有关单位 另外新北市则发现 优品实业有限公司的8项产品 也有产地疑虑 那算一算 累计到现在来自核灾区的问题食品 已经有将近350项了 食药署表示 现在对日本进口食品 将会百分之百逐批查验